同关之战黑科技队伍 九香盾 来了兄弟们 你们崔根的同关之战黑科技阵容又来了 喜欢黑科技阵容的兄弟们一定要持续关注奋校 这里有更多好玩有趣的黑科技阵容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主角 我们的号主将其命名为九香盾 九主要是取自他的ID老九 香则是我们的队伍主力输出香香 盾则是我们这个队伍玩的是盾兵 而不是传统的骑兵 一起来看战法和兵书 孙上香携带的是异族兵种 惠心一 以及裸衣血战 兵书不用择死 胜战职锐 邹太携带的是一粒巨手 分始阵 兵书临敌不乱 眼虚 陈朴战法魅惑草传借鉴 兵书无战而胜 首饰 加点方面 孙上香是全家武力 可以不用再加速度了 周太是全家统帅 陈朴是全家统帅 整个阵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分始阵二宝一阵容 由于分始阵是主将增伤 并且受到伤害提升 副将减伤 并且受到伤害降低 所以整个阵容 适合玩一个二宝一的阵容 而周太和陈朴 又恰恰是 吴国最为强力的 两名辅助型武将 有这两位的辅助之下 孙上香的输出环境 是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周太本身 肉身铁壁就具有增伤 分始阵更能够提供 大量的增伤 所以这一队的输出 也不必太过操心 更何况 这一队还有 陈朴携带的草船借鉴 可以在香香被控制的时候 及时进化掉负面状态 并且这里带一首魅惑 主要原因是 陈朴装备了一个援助甲 这样就可以使陈朴 在吸收伤害的同时 也能够提供控制状态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异族兵容战法 是这一队的核心 这个异族兵容战法 可以为香香提供40.5力 17%的回心 以及100%的必中状态 并且还是十分变态的 持续两个回合 也就是说 它的增益型状态 必中可以持续两个回合 再加上我们裸衣血战 为香香提供的连击型增益状态 这个组合 一点都不弱于灵统 为宋舍香提供的增益性状态 再加上我们的兵书里的圣战 也可以提供一个破阵的效果 所以说这里的孙上香 配合它的弓妖机输出 足以达到要求 好的 说了这么多搭配 我们来看一下战报 来验证一下我们的说法 可以看到第一场打的是一个 三万打两万一的一个狗关枪 对手的宏度是优于我们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依旧能够优平 这是打得非常不错的 可以说是 这场打的是著名的一夜枪 尽管马超的输出十分的锐利 但在这一场战斗中 也没有将我们的队伍秒掉 而且对方的宏度 明显占优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香香也是输出了一万二 非常的不错 再看一下 在交战列表的这些战报 然后呢 号主声称 这一队是专门克制各种攻兵 看来也是名不虚传 这个是打了一个伪奇林 然后呢 这个是打一个 相对白板的一夜枪 也是打平 然后呢 第二场是打一个 攻兵组合 一万二打两万一 输掉 再来看一下 这是打平满红的桃源盾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收藏列表 号主准备的一些战报 来看一下这一队的强弱 第一队打的是一个 麒麟弓 我们在兵种上 占有优势 也是很轻松的 就战胜了对手 香香输出两万一 然后呢 第二场是打一个 满红的三仙 对方已经红到骨子里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香香也是输出了一个 一万二左右的一个输出 然后打一个龙虎枪 然后是打现在 必要火的一个神火弓 三万打两万一 也是很轻松的拿下 在这一场呢 供妖机发挥了二十次 输出呢 达到惊人的两万七 然后这种连串的战报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是打一夜枪的 可以说这个队伍呢 整体来说啊 输出是非常的好用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 九香顿的黑科技阵容介绍了 欢迎兄弟们 有黑科技阵容 向奋校投稿 这里是潘奋帮 郭奋校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了拜拜